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明代著名的药圣李时珍所撰写的《本草纲目》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一次对中医药的规范 然而一个是庞大的国际性组织 一个是孤立无援的个体 李时珍是如何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呢 而修订《本草纲目》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本期《天才情史》节目 大家就随我一起穿越历史的轨道 来感受一下他的伟大传奇 李时珍生于1518年 祖父是一位背着药箱 摇着串铃 中年奔波于城乡的灵衣 父亲李延文是其中一代很有名气的医生 李家后院里种满了从各地收起来的草药 李时珍从小就跟在父亲身边 兴致勃勃地为药草 浇水 培土 受这种环境的影响 李时珍的药物学知识增长得很快 求知欲也越来越强 可是在封建社会里 医生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在博学阶级看来 医生适合算命 卖卦 看风水的人一样 侍从事小到敬业的人受到轻视 李延文父子两代为一 饱受了达官贵人的轻视和欺辱 他决心要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 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聪明好学的李时珍身上 他固执地为李时珍选择立条 通过科举做官的道路 于是李时珍从十二岁起 便在父亲严格的京都下 关在家中读经书 准备参加相试 十四岁那年 聪慧过人李时珍并中了秀才 但最终 李时珍没能像父亲一心向往的那样 在仕途上走下去 经过科考的几番失败之后 李时珍也渐渐长大 他决心彻底放弃科举这条道路 重新拾起儿时的梦想 做一名寻乎济世的行医之人 一天 李延文出诊去了 玄妙观只剩下李时珍一人 这时来了个病人腹泄不止 病人说 实在太难受了 要不先开个方子止泄 李时珍想了想 正好自己在医书上看到这个病症 于是就给病人开了个方子 父亲晚上回来 知道李时珍竟然开了药方 心提到了嗓子眼 赶紧就把父亲那时开的药方 医务医师写了下来 结果第二天 病人找上门来说 服药后眼睛更痛了 后来 楚王特聘李时珍为奉辞症 监管王府的良医所 李时珍拒绝了金银财宝 只贴出两点要求 一是阅读王府珍藏的国书典籍 二是能自由地到附近山川中 采集一些有用的药材 并且能回玄妙冠为百姓治病 在楚王府的三年中 李时珍读遍遗书 后来被举荐到京城的太医院 常常有机会出入预药库 受药房等 更是如鱼得水 可看越多书越发现 医药书中有很多错误 例如 黄金益寿是补药 而沟稳则有大毒 但药点上竟说黄金及沟稳 李时珍心想 若按照这本药点抓药 岂不是害死人不偿命 没过多久 一群人抓着一位江湖郎中 来找李时珍 原来是病人吃了 这位江湖郎中的药 不仅没好 反而加重了 可郎中坚持药方没有错 一说就是这么写的 李时珍找到日花本草 发现上面果然把漏兰子 和胡掌混为一坛 这就更让他坚定了 重修本草的念头 一年后 李时珍辞职而去 所有人都在劝他留下 在太医院当太医 是太多人都想要的 名利双收的职业 可李时珍自己知道 受朝廷信任的不是名医 而是炼丹的道士们 与其坐向其成 不如去重修本草 做一点真正有用的事情 回家后 李时珍开始着手 编写整理草药 为了弄清疑难问题 李时珍常常离家外出 远穷僻壤之蝉 险探陆之滑 他亲自去到北方荒野 寻找一种叫曼陀罗的药物 听说吃了会手舞足蹈 十分兴奋 能缓解伤口疼痛 找到后 为了能够完全熟制药性 李时珍直接服用 竟然手脚麻痹晕了过去 原来这药物有毒 尽管如此 李时珍依然分不同量的多次食用 还与其他多种药草 一起食用尝试功效 最后得出 曼陀罗与火麻子花一起服用 就可以当作阵痛麻醉剂 除此之外 李时珍还亲自去田中补毒蝎 去试一试水银是否真的能尝受 走入森林猎户中了解湖谷 走入矿学里 找寻防止采矿中毒的办法 经长时间准备之后 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 在编写过程中 他搅穿草鞋 深被药楼 翻山越岭 仿衣采药 足迹遍及河南 河北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北等广大地区 以及牛手山 舍山 茅山 太河山等大山明川 走了上万里路 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 参与各种书籍八百多种 李时27年 在他61岁那年写成 又经十年的修改 校队 终成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翻十六部 五十二卷 约一百九十万字 全书说拿朱家本草 所出药物一千五百一十八种 在前人基础上 增出药物三百七十四种 和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共记录古代药学家 和民间单方 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 书情赴药物形态图 一千一百一幅 这部伟大的著作 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 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 补充了不足 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是到十六设计为止 中国最系统 最完整 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1593年 李时珍逝世 享年七十五岁 李时珍虽然逝世了 但他留给世人的本草纲目 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世界医药学 植物学 动物学 矿物学 化学的发展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草纲目出版后 先后被译成 日 法 德 英 拉丁 俄 朝鲜等十一种文字 在国外出版 传遍五大洲 1951年 在维也纳举行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上 李时珍被列为 古代世界名人 他的大理事雕像 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 本草纲目 不仅对中医药学 具有极大贡献 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 也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 被誉为 东风医药据点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达尔文称他为 中国古代百科群书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纪念李时珍 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 在其故里进称了 李时珍灵园 灵园由本草碑廊 纪念展览 药物馆 百草药园 墓园五大部分组成 碑前青石上 刻有著名人物画家 蒋赵和所画的 李时珍像 墓前另理事碑 上课 原中国科学院院院长 郭沐若先生的提词 世上一者千千万 人间再无李时珍 当然 本草纲目 因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广播 上至凡点 下至传奇 凡有相关 米不被采 因此书中不免有些内容 与现代的认识不符 甚至有些可能 具有迷信的色彩 但也正是他秉承 凡惊人用者 皆不可疑的态度 使得一些 以散意的古代医书 及本草 藉由纲目而保存下来 从这个方面说 李时珍被称为要胜 他当之无愧 好了 本期天赞简史节目 关于李时珍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由于时间关系 还有一些 关于李时珍的 意识典故没有讲到 想了解的朋友 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 天才的简史 回复李时珍 就可获取资料 本期结束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 他是原子论的创始人 率先提出 原子是组成物质的 基本粒子 并将所有化学原子 统一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他的一生中 有着诸多重要发现 那么他是谁 下周 就随天才简史节目 一起走进 这位天才的 传奇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